关注朋友大家晚安 这里是娱乐漫谈 欢迎您准时收看 我是周乐 介绍我们这位嘉宾 她是三准医师 Julie周 周医师你好 周乐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周医师给我们讲一下糖尿病 用中医如何有效的控制 和治疗了糖尿病的例子 是在临床的话 如果你要控制糖尿病 你首先要管好你的嘴巴 你不要吃太多的淀粉 因为淀粉对我们的糖尿病 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特别是在晚餐的时候 不要吃太多淀粉 那最好就不要吃晚餐是吧 也不是 晚餐不吃也不行 你的空着肚子去睡觉的话 那个身体里面也在 也在新陈代谢 你就没有食物在里面 那变成血糖过低 对血糖过低更危险 没错了 所以你要适当的控制你的饮食 控制你的吸收的东西 所以才能不会让你的糖尿病 走到糖尿角这一步 而且不只是糖尿角了 其实还有糖尿眼 眼睛 眼睛 眼睛到最后就会瞎的 所以我曾经的一个朋友的妈妈 她就是糖尿病后期 眼睛瞎了 没有办法看到东西 所以大家如果有糖尿病 一定要控制好 但是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好 那你真的有糖尿角 那你也不用担心 你来找我 那就也会挽回你 但是我还是会跟你讲 你要控制你的饮食 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 没错 要做一个很乖的病人 其实在西医 给大家给这个糖尿病患 最common的一种药物 就是Medformin 你看连我都知道了 就是吃Medformin 那中医的角度有内服的 还有像这个油是涂抹式的 那还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呢 还有可以举例说明吗 一般来讲都是内服的 糖尿病很少有外用的药 我这个都是 但是不是说针对 你刚有糖尿病那样去做的 这是后期的 你溃烂啊 肌肤出现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也可以用的 所以糖尿病不是说外用 可以起到作用的 一定还是要内服 西医药也好 中药也好 也需要内服的 刚才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中 讲到有一对夫妻 就是因为已经到了糖尿病 还蛮严重的地步了 结果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他就看到 一段时间好的七七八八的时候 他就不再来了 他说我不再来了 他说我已经好很多了 我要去过我开心的日子 我想怎么就怎么 我说你以后你的假有什么问题 你最好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因为为什么 我怎么跟你治 我就再举一个例子 曾经有个女生 40岁左右吧 她就是糖尿病已经脚发肿 肿得很厉害 那就是肾脏 没错 她已经审害肾脏了 她来的时候 她的脚又胀又痛 她跟我讲 她跟她用了五次以后 她的肿脏就已经消失 她非常感激 来医治了五次 对没错 所以你如果有这些问题 我这个不只是治疗糖尿病 其实很多病人 我在临床很多病人 如果他是下肢的水肿的话 效果也是特别好 特别是你吃了很多 你要药都没有办法帮你去到水肿 因为那个药吃了以后 很快那个水肿就会好 但是第二天又会来 又会重复 没错 但是我查了我这个药的话 不会反弹 前两天有个病人 其实我在另外一个电台讲的话 我带那个病人上去 分享了他的经验 他是 我是把他从死亡边缘救回来的 因为他是 为什么呢 他是一个肝脏的堵塞 肝小管堵塞 西医是完全放弃了治疗 他来找到我 我跟他 他也是五年的脚 脚肿水肿 没有办法 医生让他穿那个压力袜什么 都没有用 我跟他做了也是六七次 就没有 所以这个油自己涂 还不一定有用 没有用 还要经过医师特殊的手法 对 因为自己这样涂 他不会渗进去啊 他就在表面 那我也抹了 不行啊 你要用油 然后要用热去渗透它 然后再用手法把它给渗进去 我曾经有个病人 他是死诊到这个手掌这里啊 那个烂的里面骨头都可以 差不多见到 怎么都是这么严重的病人找到你 他没有办法 他真的是找遍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办法 西医都没有办法找到我 然后我跟他治了两个月 才跟他愈合 然后手上还没有留疤痕 都已经快要见到骨头了 你就需要这个油啊 对 简直是神奇油 但是内服也跟他服了一些中药 内服中药外用油 然后两个月就好 但是糖尿病患者 现在这么多人都是有糖尿病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 是遗传吗 好大一部分也是遗传了 比如我们的饮食 以前的人比较少 饮食习惯的改变 环境因素的改变 还有我们的 还有就是我们压力 以前的人没有这么大压力 所以很多原因造成我们今天的糖尿病 泛滥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 一定要小心你的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 对还有睡觉 早一点睡觉 很多人不到晚上一两点他不睡觉 不对的 其实我们的经浪 是每一天 几点到几点是有循环的 他在跟你解读的 所以我们要遵从 脑子中的一些规律来做事的话 我们的身体也会更好一些 好我想来补充介绍周医师一下 周医师其实您是在国内 然后到香港念完书 然后就行医救人好多年 然后采造美国的加州 来开始有自己的诊所 那您祖传的这套医学 一定有一些它专攻之处 您是擅长治哪一些病 我擅长其实是宜兰杂症 内外富而兜治 但是来就对糖尿病情有独钟 所以我研究了这些东西 我是想前冲一下 有些东西的空白 虽然现在很多西医是不相信的 但是糖尤们你记住你有什么问题 你找我肯定你是没有走错的 好 来请周医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湾区您有哪几家诊所 然后在哪一家诊所的 看诊的日期是哪些 我有两家诊所 一家在菲马的 沃氏兵鲍华 另外一家在椹布asy 所以在椹布的话 是每个星期三和星期五 如果在船兵的话 在非马的话 就是每个星期的二、四、六 kn interprets 感谢你,周医师 谢谢 好的 关注朋友 我们今天访问周医师的单元 到这个地方结束了 我们take a break 回来以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